要治水 要治水 不要河水 不要河水 要治水 要治水 不要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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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辦法 好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同仁請回座 好 謝謝 本人已責請經濟部規劃召開全國治水檢討會議 邀請雙關部會 與各縣市政府重新檢視過去治水方案不足之處 及時廣義提出更務實周延的計畫 強烈颱風 韓美是否清台 今天 明天 兩天將是關鍵 我還是要預請民眾持續留意最新發布的颱風動態 不可輕忽 行政院呢 也要求相關單位 地方政府密切關注 嚴正以待 蔡令儀啦 這個吳敦義主席的夫人 他想到 這次大禹可以看到民進黨治水無方 真做假做 老天一天雨水就打臉民進黨 這叫做老天有眼 包括吳敦義後來替他的這個 妻子澄清的時候講到 做任何工程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時間到了就檢驗出來 其實 吳敦義院長我是 他是前任的院長 我現在院長是不方便去評論他啦 因為這個治水橫跨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以及現在的蔡英文總統 朝野不同的時代 那吳敦義也曾經 在馬英九總統的任內 擔任過行政院院長 他也曾經執行過預算 他應該是很清楚 那特別如果是比較 過去他擔任高雄市市長時期 高雄市美育大雨或颱風陰水的情況 跟今天來比較的話 我相信他不難從客觀的數據看得出來 大家的辛苦 其實是有成果的啦 不要站在政治的角度上面 看到南台灣淹水 然後就說 這個錢是不是丟到水裡面去了 也不願意詳細了解 客觀的這個數據 來做這個討論 我覺得這樣對後續的 治水的精進才有幫助啦 否則的話呢 每一次都是相當 相當這個 跳躍式的 直接跳到這個攻擊 我覺得這個不好 那治水的報告院長來做的報告 那其實在前瞻第二期裡面 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治水的預算在裡面 其實剛剛院長在總結 報告裡面有提到 其實現在的傳統的工法 已經不是在我們長期所面對看到的問題 如何來做它的修整 所以我們親民黨覺得 第46條的108年的總預算 應該是先退回 然後針對我們這一次的 823的風災 然後整個的一個教訓上面 再做整個的一個盤點 盤整 然後再送到大園來 我覺得這樣才會比較合理跟和清 好不好 是 這部分尊重 貴院的決定 我們為什麼救災總署一直不成立 那我們呢 這個其實救災總署 其實我也講了將近快十幾年 你今天院長坐在那邊 其實還是需要有專業的人在那邊 以南台灣而言 十年的保護標準 25年不議題 這個水力建設都還沒有完成 我知道 如果說馬上要再提高保護標準 我看人力物力啊 跟時間大概都不允許 這是為什麼我在報告裡面提出來的 就是淨流分擔 出流管制 大家共同承擔啊 盡量把下下來的水 雨啊 能夠大家分擔 而不是說 讓它完全去走水道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這個我們的防洪的訓練啊 不是現在開始 那幾十年了 其實災害應變中心也好 或者是水力署經濟部 他們本身在專業上的調度 都是根據需求根據專業 不會說院長走到哪裡 抽水機才到哪裡 不會這個樣子 他們一定是根據需求 那我去看 各地去看 因為我當過市長 我親自站在第一線 面對颱風 面對地震過 所以我去看各地看看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再回到應變中心去 再去指揮他們 然後要求他們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個效益是會突然的 我不是在否定你